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认识 真是你不怕胃肠有事吗 你这么… 很多朋友这样吃法 夏天多多少少 偶然都会发生腸胃的毛病 肯定 因为胃肠病 可以说是我们人群当中的高发病 但通常大家都不会重视 为什么呢?胃痛而已 我吃几粒小药丸 马上就不痛了 我又可以再大拆大食 但殊不知这样下去 分分钟很严重 没错了 这种肠胃病 有时被大家忽视了之后 它就会反反复复发作 医生说如果是反反复复发作的胃病 是有机会导致硬病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 当然胃病 其实我们之前几期的健康100分 都说过很多 今天专门我们会讲讲肠病 如何预防、如何发现 最常见的肠病有哪些呢? 我们中医的角度 如何可以养好你的肠子呢? 没错了 当然了 在我们正式开讲之前 我们先介绍一下三位嘉宾 站在我们身边 第一个当然是我们的 盈鹰最美女的熊爺 她以为盈鹰最美女的 大家好… 我们的主妻是杀手熊爺 这位是直播广州的主持人 陈文敏 大家好 文敏的旁边就是我们的著名主持人 杨斌, 斌哥 欢迎你 今天讲讲肠病 所以要先问一问熊爺 你认为肠病有哪些重点 肠病经常是食肉不振, 躲肚 那些是症状 症状? 症状 肠病 肠病, 我想… 譬如说直腸癌 至初不知道算不算 很准硬 至初算不肠病 不算吧 你的肛門是腸癌的 直腸 也是直腸 有内致 我认为橫腸也是病 橫腸也是 橫腸是什么 橫腸癌 我挺怕你说盲腸癌 橫腸癌 打橫腸 那也可以 我相信应该有腸的狡痛 或者有那种… 便秘也是腸病的一种 是吗 也有几乎 肢是有可能 因为跟腸有关 那大家最关心 我相信就是痔瘡 痔瘡是否痔病 那就马上请出 我们今天的权威专家 今天节目请到的权威专家是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部属医院 皮胃科主任 博士研究生导师 刘凤斌教授 欢迎刘主任 肠病呢 是胃肠疾病里面 最常见的 也是比较多见的一类疾病 那么肠道所导致的病变 就包括了小肠 也就是空肠 和结肠 以及直肠的病变 就位朋友讲的 这个有关痔瘡也是肠病的一种 真的是肠病的一种啊 是的 哇 这都被你撞对了 那不是有知识吗 那么痔瘡呢 从这个医学来讲 它属于外科疾病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讲 主要讲内科的肠病 但是痔瘡有分外痔和内痔 是的 那外痔算不算肠病 都不算 在肌肉那里长出来的 外痔和内痔都属于直肠性疾病 都是那条痔的 但是都是外科类别的 对 所以外科类别 没错 那肠病是分多少类呢 这个内科 把它分成功能性肠病和气质性肠病 那么功能性肠病就包括了功能性腹脏 功能性腹泻 腸液中和症等等 那么 气质性肠病呢 就包括了炎症性肠病 比如说 这个 最常见的一些病变 包括腹泻 这个便秘 肿瘤的 比如说腹痛 还有一些大病的 这个肢力的改变 比如说 有脓 有血 等等 所以呢 这是这个分 这是临床上主要的伤害 所以说腹泻的病人 有些病人呢 是很辛苦的 他不敢出差 一出差 一紧张 他就想上厕所 或者一受粮 一吃东西不注意 消化不好就上厕所 所以很多病人呢 就很痛苦 就不能够出远门 那么对有一些病人呢 比如说便秘 他很辛苦 有些人就是说 排不出来 所以呢 吃进去排不出来 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是 我想问一下专家呢 其实因为便秘的那个标准 我一直都不是很清楚 是因为有些雜誌呢 不是 网上呢 又说 你一定要每日 起码要一到两次 只要你每日少于一到两次 你就已经算是便秘 那么 有些情况就是 因为我有朋友呢 他们就说 没有的 我不是二日磨的 但是我每次磨都很通胀 那我应该不是便秘 究竟 其实怎样才是便秘 即是次数啊 还是应该是磨的那个过程 是的 是通胀 还是次数呢 便秘的概念呢 有三类 第一类就是 大便肝结 这个排便时间延长 就是次数 就是一个礼拜 可能三天 两天以上 就是一个礼拜少于三次的 就一般都讲是 大便肝结 少于三次 是一种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呢 可能每天都有 但是呢 排不出来 就很痛苦 对 一蹬厕所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都排不出来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是大便 虽然说是 这个排便不 这个也是肝结的 它时间不长 但是排便也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说它是 一种是肝结 排便困难 一种是大便软的 成型 这个软的 甚至烂的 它也是排便困难 这都属于便秘的法 现在的腸病很多 主要包括功能性 和气质性两大类 功能性的腸病包括 功能性腹胀 功能性腹痛 腸耳激综合症 功能性腹射 功能性便秘 气质性病变 包括培养性结腸炎 结腸炎、直腸炎、食欲、肿瘤等 无论是功能性的 还是气质性的腸病 都会被患者带来诸多烦恼 甚至有化结腸癌、直腸癌 后果很严重 腸病有哪些主要症状呢 A、食欲不振 B、恶心呕吐 C、腹痛、腹射或便秘 D、反酸 E、水肿 F、消化到出血 C和F肯定会… 你说得对 C、F我都认同 食欲不振 就未必 我就选了食欲不振 但是恶心呕吐 即你是A、C、E、F 我选A、C、F 大家说不选水肿就是 好了 鸿爺你讲得头头是到 你又怎样选 B、C、F B、C、F 好了 问一下刘教授 究竟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这条题 肠病的主要表现 应该就是 以腹泻 或者便秘 或者是由消到出血 为主要表现 当然 食欲长了会影响到胃的功能 会出现 恶心呕吐 拿叉死少等等 甚至出现营养不良的表现 比如说面色微黄 疲倦乏力等等 这就是营养不足的表现 其实想问一下教授 刚才你说的C、F是主要症状 主要病症状 那肠病早期的症状是什么 早期的表现 可以表现出 肤部的不适 就是吃东西不注意 或者受凉了 导致肠道的病变 可以肠道的静患 静患会出现不适 或者疼痛 但进一步发展 可能会出现腐泻 就是大便次数增多 也就是说 它的蠕动功能加快了 它就出现腐泻 那么出现气质性病变 就会出现变血 粘液变 就是下坠 等等一系列的表现 那直肠炎和结肠炎 其实在这个区别有什么 它们的成因和状况 症状 症状又是怎么样的 阶肠炎 它实际上是包含了直肠炎 它两个之间的关系 那么一般来讲 阶肠炎大多是阶肠的病变 比如说盲肠 从盲肠到这个肛门 这个直肠这一段 都处于结肠炎 都处于结肠 所以呢 结肠炎症 它会主要是表现出 腹部的疼痛 如果是这个 生结肠 它主要是表现出腹痛 当降结肠 就是在左侧的时候 是降结肠 那么降结肠呢 它这个病变的时候 常常疼痛 蟹蟹 比较明显 那么直肠呢 那么脂肠的炎症 它可以表现出 有大便的这个肝结 有便秘 有腹泻 甚至有肛门下坠 特别是到 刺激到肛门口的这个病变的时候 炎症的时候 会出现大便有腌液 那么老是肛门下坠感 老是下坠感 拉不干净的感觉 这样的 教授 其实可不可以和我们 就是粗略地解释一下 这个你说的结肠啊 小肠啊 上面还是下面呢 是的 我们说结肠是属于空肠下段 空肠下边是结肠 空肠 空肠的是小肠 那么胃和十二肠一下 就是小肠 大概位置在哪里 大概呢 就在其周围 都是小肠 这也是小肠 其周围都是小肠 突出的地方都是小肠 对 这个其周围呢 大多是小肠病变 肚臍的周围 肚臍周围大多是小肠病变 那么这个 结肠在哪里呢 结肠呢 是从左下 右下腹 这个地方 盲肠地位 然后升上来 然后再横过来 这里是皮区 这里是结肠 对 升上来之后到肝区是横结肠 然后到皮区再下来 这是一个 这是生结肠 横结肠 对 然后到这边是植肠 宇状结肠 宇状结肠和直肠 我们通常说的 脚肠沙 其实是哪个位置 这个小肠 脚肠沙主要是讲的是 小肠和结肠都会病变 这些呢 一般来讲什么呢 讲的是那种 霍乱的时候 这种病变 谢谢 谢谢 搞清楚肠的位置 也是帮大家 可以了解自己 如果哪里痛的话 都可以分析一下 究竟是肠不舒服 还是胃不舒服 没错了 大家要认清自己的部位 当然 其实我刚才已经讲到 有时候 腸病 如果慢慢恶化的话 很有可能会形成腸癌 这方面 就是要请刘家索 来和我们介绍一下 肠道的病变 转化成癌症的机会 这个相对来讲 就是比较少 但是呢 现在这个阶段 就现在的饮食结构的改变 特别吃的精量比较多 就是吃的粗粮比较少 或者蔬菜比较少 那么这个转癌的机会 它是比较高的 大多是什么呢 饮食结构的改变 就是常常是因为吃的太精 这个大便排的不是很通畅 有些是炎症 转化成膝肉 没有及时的发现 时间长了 它就转化成癌症 那么有一种呢 就是本身的肠道 这个肠道粘膜的病变 转化成癌症 这些呢 就是时间都是比较长的 是慢慢转化而来的 所以说当临床上出现 这个大便的异常 或者腹部疼痛的时候 一定要做一下检查 比如做个肠镜 来排除一下 那么作为我们这个 肖阿科医生来讲 一般主张 四岁以后呢 都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体检 来排除 不要等到有症状 再去做检查 已经完 那疼痛我们都知道 肯定就会去医院 何谓大便以上 对了 这件事我就想问刘教授 何谓大便以上呢 腸病发病的原因很复杂 爱感、饮食、情绪等因素 都可能诱发腸病 哪些饮食容易导致腸病发作呢 哪些食物可以调理腸胃呢 下一集回来,内容更加精彩 千万不要错过 冰露纯月,来自可口可乐 追求高品质,我们始终执着 生命中有些事,我们决不将就 点滴信任,点滴纯月 看白电风,到广州新世纪 白电风防治研究院 020-8630-1999 8630-1999 来,今天我请客 我要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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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 白电风研究院,白电风治疗 领导者,电话 020-3519-40 3519-40 3519-40 何为大便衣裳呢 一般来讲呢,是大便的这个规律的改变 比如说正常情况,一般情况下 你是大便每天早晨起来去上厕所 这是一个规律 当这种规律改变的时候,你要小心 但有的人根本就没有规律过啊 没错,讲的太对了 挤起来的时候就上厕所了 局势没有规律就是规律 这样吗 讲的也对 按辩证法的就是规律 就是你如果有规律的话 这种规律就是打破了 就是改变了,要小心 另外一种就是大便的肢体的异常 比如说肢体异常 比如说原来是成型的 现在变成大便烂了 或者说半有粘液 或者说最近的有消瘦了 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要 那就需要及时的去做检查了 您说的这个是一次半次 还是,就是偶尔的情况 还是说一直以来 长期吧 或者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子 需要注意的 对,就是你讲的很对 就是说如果偶尔一次 这种规律改变或者大便 因为吃东西不注意出现 这个大便的异常 可能不需要太多的去 这个去关注它 但是当一段时间来 就是近一段时间 大便的异常 就是规律改变 或者质力改变 就要小心 注意观察 或者要看看医生 看是不是要做肠镜检查 恶心呕吐、腹痛、腹射 便秘、消化度、出血等 都是抢病较常见的症状 一旦这些症状经常出现 就要及时去医院进行检查 避免病情恶化 而还有一种情况也不容忽视 就是大便突然出现异常 例如原本一天一次 变成了一天两次 或者突然出现变血 都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接下来考考大家 中医认为哪些因素容易誘發腸病 A.脾虚 B.寒濕 C.濕热 D.阳血 E.气滞 F.谭造 好 我觉得应该是A.B.C.和E. 我认同 第一,脾虚、寒濕和濕热 所有和濕热有关的 这些是被送的 我都认为 一定是和腸有关 但是气滞 我觉得也对 可能不够气 你便排不到变 鱼血觉得不对 鱼血是不对的 谭族也不对 大家都觉得谭族没关系 柳教授,正确的答案究竟是什么 如果说从这个正确答案来讲 这个脾虚、寒濕和濕热 是最主要的影响 这个导致腹泻的原因 按照中医理论来解释 脾虚是内阴 那么外阴就是寒濕 或者濕热之邪 是最常见 特别在我们广东地区最常见的 那么在北方地区呢 一般来讲寒濕比较多见 但我们广东地区呢 是濕热和濕邪比较多见 嗯 其实讲到脾虚 是不是指吃一点冬夜 也好,不凹肚那些人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脾虚患者 对的,是的 就是说脾虚的人 就是第一个 我们讲脾虚不能运化水湿 所以水湿停距 那么导致这个湿泻组织 那么湿泻影响到脾的功能 导致脾的运化功能 导致脾的运化功能 出现水湿停距 等等 它们之间是一个恶性循环 是一个恶性循环 对的 所以脾虚就是饮食不注意啊 脑内啊 受粮啊等等 都会出现病变 所以脾虚是它的内隐 那其实说回 按照中医的辩证论字 那肠病啊 不同类型的肠病 应该怎样去治疗呢 不同的症型呢 它是临床表现不一样 所以治疗的方法和用药也不一样 我们说最常见的就是脾胃虚弱 那么脾胃虚弱 在临床表现除了这个大便次数多肚子痛之外 还有胃口不好啊 这个那叉死少啊 或者说因为这个气血不住的表现的疲倦啊 这个失之乏力啊等等这些表现 当出现这种表现的时候 我们中医一定要健脾去施 应该说到那叉死少是什么意思啊 那叉死少就是吃的少 那叉就是胃口不好 就没胃口 那么吃的少 这就是脾虚的一种表现 这个是第一种 那其他呢 那么第二种呢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失血组织 比如说吃一些瓜啊 水果啊 这种含湿的或者失血的 它容易影响这个肠道的病变 所以会出现这个肠道的这个症状 那么失血表现出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人呢困倦 这种困重 就失智啊 比较重 比较困 就老是觉得这个睡不醒 就是那种阳气不住的表现 那么失血组织口淡 不想喝水 大便比较稀烂 又怕冷 这种表现呢 就是寒湿 湿血组织的表现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广东地区最常见的 就是湿热 你们知道我们广东是属于亚热的地区 气候炎热又潮湿 那么气候炎热潮湿 它是一种外因 再像我们广东啊 这些近些年呢 这个饮食习惯呢 喜欢吃一些比较油腻的食物 特别是香菜一来了以后 又辣了 又油了 又咸 更加是这样 本身我们广东的喜欢吃肉类的食物 比如说无论是鱼也好 鸡啊 鹅也好 或者猪也好等等 这些肉类的食物 近食比北方近食要多很多的 所以这个油腻的食物 也是容易产生湿热的 所以湿热的临床表现 大多表现什么呢 口干啊 口苦啊 大便不通畅啊 或者大便这个肛门口灼热啊 等等这些表现 甚至有大便有粘液啊 甚至有发烧这些表现 那您刚才说的这三种类型的话 如果用中医来调理的话 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脾虚呢 首先我们要 健脾去湿 那么 如果有疼痛的 我们理气止痛 如果是有这个蟹蟹 比较明显的 我们就要去这个止蟹 所以呢 健脾胃 我们要常用的是 这个 施令白猪闪啊 这个来治疗 那么如果是属于寒湿的 这种情况呢 我们常常用什么呢 这个用 就温味去寒 或者是温阳去湿的表现 要 那么用这个 火香蒸气散啊 或者是这个 香莲丸啊 等等 湿热的呢 就是表现出 湿热的表现的时候 我们常常用 葛根青莲汤 来清热去湿 葛根黄青黄莲这些一派的都是 清热的药可以止泻 可以止痛等等 明白 我想问一下教授呢 就是我们做这么多期节目呢 知道我们 皮状这个气状呢 是不喜欢濕和寒的 那总结回 腸 他不喜欢的是什么呢 腸道它影响因素很多 哈 一个是你说刚才讲的是 寒血 也是 我们知道 也不喜欢寒的 当然 因为腹部呢是最比较薄的 那么受凉啊 是直中脏腹 就是因为腹部里边 脏腹气很多啊 除了肠道之外 比如肾脏啊 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脏气 所以呢 腹部病院受凉 最容易出现拉肚子了 啊 腹痛了 就是受凉是最容易的 当然还有饮食 就饮食不干净 含量的食物等等 也是容易引起这个腸道病变 还有一些 奸诈的食物 因为很多人 一次吃了辣椒 他就觉得腸道觉得发热 排便很不舒服 就是这也是 也是影响大的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情绪 啊 情绪也会影响 当我们紧张的时候 因为很多人 一紧张就去上厕所 在厕所 所以呢就是 情绪对腸道的影响 对胃和肠的影响都很大 那刚才呢 教授就讲到呢 如果是遇到不同症状的腸病 应该怎样去调理 是 那当然了 中医就很博大精心的 除了药物 食材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方法 是可以帮助的 没错了 那其实我就知道 我们的刘教授呢 还专门是为我们的肠病患者 带来一个保健操啊 是否多数这个保健操呢 可以对这个肠的这个保健啊 或者是爱护器 都有一定的作用呢 实际上这个生活调节啊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肠病 一个是刚才讲的 饮食上要注意 第二就是日常的生活的调节 所谓生活调节 比如说 适当的运动 那么运动呢 就是一个是腹部的 就是腹部的按摩 这是一种运动 但这种运动呢 是相对比较温柔的 另外一种呢就是 做一个呼拉圈 因为我们知道 肠道的病变呢分两种 一种呢是 这个蠕动太快 所以呢腹泻 一种呢蠕动太慢 它排不出去 所以呢当排不出去的时候 我们就要这个 就要这个 加大运动 就是加大运动量 比如说仰卧起坐啊 或者是这个 做呼拉圈这个 这个腹部运动啊 等等这些 但是一些老年人 他也适合这样做吗 老年人呢就是一般来讲 不要 呼拉圈这种动作 可能太复杂了 那么一般来讲呢 做一些 适当的运动 比如说八端井呢 它是活动过之后 实际上人体的活动啊 会促进肠道的蠕动 比如说走路 比如说弯腰直伸 这种情况 慢慢的弯腰和直伸这些 都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 其实就是一个 挤压腹部的过程嘛 对 它是促进肠道蠕动的过程 那就是每天的话 如果你有便秘的话 每天就要多点运动 然后再让自己的一个 肠道能够更加的蠕动啊 增加它的功能 那现在很多广告也说 帮你的肠子做运动啊 喝酸奶啦 这样 其实这个酸奶 是不是有好的选择 酸奶是 它酸奶的 它有一部分功能呢 就可以为肠道提供 这个医生菌 这是它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功能 我们知道 肠道的细菌呢 是有医生菌和有氦菌 实际上医生菌和致病菌呢 条件致病菌 它两个之间的平衡啊 才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人体 如果说 医生菌和条件致病菌之间的 平衡打破了 就是条件致病菌 这个多了 它就出现病变 比如说炎症啊 然后现代西医来讲 比如说炎症啊 比如说这个溃痒啊 等等这些 肥虚、寒湿、湿热 是导致腸病最主要的三个因素 寒湿者胃寒之冷、腹胀 大便稀疼 而湿热者舌疾熊 容易出现大便黏膩不爽 小便黄尺等症状 而肥虚主要症状有 呕吐、蛇蛇、水肿、出血等 饮食不结或饮食习惯不好 是幼化腸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接着考下大家 哪些食物 适合肥胃虚的腸病患者呢 A.太子心 B.二米 C.白扁豆 D.牛肉 E.酱鱼 F.田螺 田螺一定不适合 没错 田螺是难消化的 牛肉也不适合 牛肉是起痰的用品 是,牛肉也不适合 我选择A,B,C,E 我好像记得酱鱼好像对皮 也好像有用 我选择A,B,C A,B,C 酱鱼我也同意 酱鱼,对 A,B,C,E 大家都同意这个 那究竟A,B吗 太子心肯定是可以的 那么B呢 义米 义米它的性 按照中药性 是偏凉一点的 所以它在脾虚的时候 不是太适合 哦 但是它排水哦 是,它是清热 它又偏凉性的 所以清热去湿 就比较好 所以另外一个就是 白扁豆是尖皮去湿的 所以这两个药 应该说是最合适的 鲨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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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也可以 也可以 这个牛肉是肯定不对的 牛肉就是难消化了 这比较难消化 田螺就不用说了 肯定是 田螺是偏 濕仔 对 偏凉的 田螺是偏凉的 难消化 对 所以为什么炒田螺的时候 一定要入那树叶呢 哦 就是树偏 对 还有辣椒 把它撒一撒 是的 哦 原来是这样 那真的有讲究 其实我们刚才看了 对我们 就是脾虚的 这个肠胃病的患者 那么其实如果是 濕邪特别严重的 那个肠胃病患者 那么他又应该吃些什么好呢 当湿血比较重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用 比如说 蔬叶 比如说 这个 淮山 这个 沙仁 这类呢 就是可以化湿 方向化湿 这个可以去湿 当是寒湿 或者湿热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 经常 很多老人家都知道 用点这个 火炭母 爆爆汤 那么火炭母 是什么广东的地方药材 它可以清热去湿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 麻糬叶 免疫疹 也可以 麻糬叶等等 这些都是清热去湿的 其实想说 你介绍了这么多 这些不同症状 针对的食材 那它应该怎么搭配熬成湯呢 那些食物可以健脾去湿 哪些可以温中和胃呢 不吃肉 是否可以缓解便秘呢 腸病患者 空腹食水果好 还是饭后食水果好呢 下一节 回来内容更加精彩 欢迎收看 下期再见 可口可乐台词评 让我们分享更有戏 看白电风 到广州新世纪白电风防治研究院 020-8630-1999 8630-1999 肯德基春季大菜单 肯德基经典小时 又加入新成员 泰式香辣烤翅 香辣殆尽 香脆海拔虾 饱满坦芽 好吃 肯德基小时新成员 广东中研白电风研究院 白电风治疗领导者 电话020-3519-40-3519-40 凉茶领导者金棍加多宝提醒你 6月的重要节日有 下一盐盐 心静自然量 看白电风 到广州新世纪白电风防治研究院 020-8630-1999 8630-1999 一般来讲呢 如果说脾虚的体质 容易拉肚子 容易肚子痛 等等 这类患者 这类朋友呢 就用点太子森 用点云林 用点白扁豆 或者是淮山等等 就是选择两三味 那么加点点瘦肉进去 那么煲汤 如果说用炖汤的话 一般就是 太子森用15克到20克 那么淮山用30克 或者是1米30克等等 就是那个 嵌食30克 那么加瘦肉 50到 也一两左右 或者一两和一两半 来炖汤 这样的话就 针对脾虚的患者 对于湿血比较重的 就是比如说寒湿的 那么用一点点 用点姜 姜是温味 去寒 去湿 可以加点沙仁 或者加点陈皮 陈皮可以理气化湿 沙仁也是可以理气化湿的 所以说 当这个表现出寒湿的时候呢 选择两三位这里的药物 就是 比如说杀人 可以用5克到6克 这个陈皮呢 用3克到5克 加瘦肉 加这个50克到 一两或者一两半的瘦肉 来炖汤 它可以针对这种 皮这个寒湿型的 或者湿血比较重的人 这个 来 来针对这种呢 来 这个调养 对于这个湿 湿热比较重的呢 我们常常用 这个 绵阴沉啊 或者是 火炭母啊 我们广东的 还有这个 什么夏枯草啊 等等 这些都是清热的 清热去湿 或者马齿燕啊 等等 那么如果说 用火炭母的话 可以用30克到50克 来 这个 加进去 那么再加一些 绵阴沉30克 加瘦肉 啊 清瘦肉 因为我们说 湿血也好 这个湿热也好 它们皮血也好 对于肥腻的都不好 所以一定要用精瘦肉 不要有太肥的 所以一定要 那么多肥肉 所以这个汤包出来 最好是清新的 对对 不要飘成油那种 对 那样就不好了 无论是皮血也好 湿也好 都是不好的 所以最好用精瘦肉 来包汤 说到腸胃的调养 我相信我们港宅人 都会有自己的心得 是 很多人都知道 冷而搭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也有人觉得 肉吃得多可能不好 吃剂可能有助于缓解便秘 究竟是否这样 马上看看今天第一条短片 60岁的墨姨最近很烦 因为患了慢性便秘 经常在厕所一蹦就蹦半个多钟 她到处找治疗便秘的方法 她看到养生输道说 吃素可以清长度 对缓解便秘很有帮助 决定以后都不吃肉 只吃菜 是 吃点菜 对, 增加些纤维 但是完全没有肉 你哪有营养 想鱼动就慢 便秘就更加严重 人家养生输说的 难道你比养生输更好 不是说养生输不对 但是只吃素 但是不吃肉就不好 那我们先吃一些 清一下腸味 然后等腸味好 再吃肉也不迟 行了… 你说怎么就行了 吃吧, 叉吧… 请问不吃肉 是否真的可以缓解便秘呢 吃灾实际上对肠道是有帮助 但是还是要一分为二地看 那么我还是同意 这个饮食要均衡的观点 可能一时有帮助 但是长期可能就有所影响 我们知道这个 特别是老年人 这个便秘的形成 它是很多原因的 一个是由于这个年纪比较大了 身体的机能就退化了 所以说退化的形象是营养不足了 它营养不够了 比如说气虚 血虚 阴虚等等 所以就是它这个机体比较虚了 所以它传道功能就差了 但有一种比如说年轻人 年轻人可能就是久坐少动 这个肠道的运动功能差了 所以它常常就会出现便秘 当然还有和这个情绪等等 其他的有关系 还有饮食 比如说眼轻人喜欢吃一些 这个比较新香的食物 就是香的时候 炸的时候就容易便秘 这些都是 因为形成便秘的原因很多 所以就是要针对不同的情况 我们要针对不同的情况 要进行这个调节 饮食是一个方面 刚才讲过 运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以运动和饮食两个结合起来 可能会更好一些 我觉得这便秘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早上用温开水冲锋物来喝 就是我自己就是百事百令的了 基本上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理 因为第一个就是 因为早晨起来喝杯水 那么实际上水就直接就进入肠道了 很快就进入肠道 加上蜂蜜它有营养的作用 润肠 对 润肠的作用 所以就起到一个痛便的作用 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吃药的时候 也就是有时候也要空腹去吃 当便秘的时候也要空腹去吃药 这样就是主要是想使这个药物 直接到肠道起到一个起效 直打病锁 哦 怪不得我吃了东西 所以喝蜂蜜效果就没那么好 那么胸肚饮蜂蜜是一个好的选择 但是胸肚吃水果又是不是好的选择呢 立刻看看今天第二条短片 可伯有慢性肠胃炎 他看到报纸说饭后吃水果容易造成反酸 不利于消化 于是就决定改成饭前吃水果 而一位开中医诊所的朋友来探望可伯 听说了可伯的这种做法 直接叫他不好 饭前吃水果呢 不是饭前吃水果好的吗 你说话过词吧 应该是饭后吃水果好 为什么呢 饭前吃水果很影响胃炎 请问对于慢性肠胃病患者来说 饭前吃水果还是饭后吃水果好一点呢 实际上这个慢性胃病 那水果肯定是很多水果都是不能吃的 比如说苹果 比如说梨 就是生冷的 这个生冷甜酸都不行的 比如说番茄 都不能吃啊这些 对不行的 那可以吃什么水果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胃病呢 最好是暂时一段时间不吃水果 永远知道 很多人吃过水果就知道了 吃以后就是胀 痛 不舒服 胀满不舒服 这个整天不舒服 比如说番茄这些 很多人都有 老胃病患者他是有经验的 就是当你老胃病的时候 你吃水果他就是 吃完之后不舒服 那么对于肠病呢 我们还要分两种 一种呢就是腹泻的和便秘的 那么如果说腹泻的患者 一般来讲水果呢尽量少吃 当然也有一些水果 比如说苹果 我煮熟它 它就会是这个止泻的 那么对一些便秘的患者呢 我们说可以吃一点雪梨啊 这里的比较润的 这个特别是比较热性的 体质的话 吃点雪梨这些是可以的 空腹吃没问题 但是对一些这个虚症的 寒症的 那就尽量不要吃水果 特别是我们说 那个寒性的这个香蕉 大家都讲香蕉是通便的 但是香蕉湿气很重 一次后马上舌头 那个舌苔很厚 偏寒性的 所以就不行 还是要辨证的去 去这个看待 吃水果的问题 那么至于这个饭前水果好啊 还是饭后水果好呢 那么这个也没有说一个 非常绝对的一个这个答案 就是说 大家都说 这个饭前吃 这个避免 因为吃过饭之后 血汤已经高了 再吃水果的汤会很高 我们说还是根据个人的体制 尽量这些水果呢 适可而止 适量 我们说对胃病患者呢 你饭后吃 少吃一点 可能会还可以 但是吃多也是不行的 比如说苹果 饭后也是空腹吃 肯定不行 但是吃过 这个如果吃过饭 稍微吃上一片 这一点点 应该也可以 就看吃过后有没有不舒服 要根据情况 如果吃过不舒服 那肯定就要记了 那么我想问一下 正常人 如果是空腹吃水果 有没有说哪些水果 吃起来是最伤的呢 比如说芒果 比较热毒的 比较毒 我自己感觉到 它比较热 比较毒的 所以有些人吃过芒果之后 过敏 我记得有一个小孩 就吃了芒果之后 出现过敏性子癫肾炎 导致肾病 所以说这些呢 就是适当 就是这些尽量啊 可以吃 但是对一些热毒 热性体质的吃 可能就不好 那么还有一些呢 就是看看情况 比如说任何一种水果 它都按照中医理论 它有寒热温凉 有这种不同的性质 看你的体质 比如说菠萝 菠萝也是这个 偏热 容易过敏 比如说我们 很多人吃菠萝 一定要用那个盐水 泡一泡 对不对 就避免出现过敏 它有一种美 榴莲呢 我们说的深毒 榴莲呢 榴莲呢 是非常温固的一个食物 所以说有些人 就是说体质比较弱的时候 比较虚寒的时候 吃点榴莲是可以的 但是对一些体质比较热的 比较阳气比较旺的 那么吃榴莲那也是像吃毒药一样 因为榴莲是比较温补的 所以当体质是有炎症 或者有热 热相的时候 比如体质比较温热的时候 那尽量就不要吃 有些人吃过以后满身疲疹 就是有人出现这个喉咙发炎 甚至感冒发烧等等这些症状 所以呢 就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 吃呢也可以 有些人呢就吃 我捡的 就是说我即使我养了 我吃一口那可能没问题 那一吃太多 肯定就不行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水果 会也是比较毒的 不适合我们的 肠胃病患者吃的 另外一个就是偏寒性的 比如说那个香蕉就是 偏寒性的 雪梨也是偏寒性的 所以虚寒的体质 这些食物 这就尽量少吃 我们说 就是如果说 对体质不适合的话 就是毒 毒药是吧 所以我们说还是根据个人的体质 去选择 有一类是属于寒性的食物 像苹果的相对来讲是偏平性的 这类的时候呢 相对各个体质都可以吃 但是呢 当胃病的时候又不好 好 谢谢 刘教授也都谢谢三位嘉宾 讲到腸道呢 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忽视了他的健康 特别呢 有时反反复复的一些症状 比如说肚窩啊 比如说作呕等等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一下 因为这些病很可能会引发大患 没错 其实很多人对于我们的腸道的形式 也未必正确 例如对于一些水果 例如对于我们平时吃的一些食物 其实最重要 看完我们这期之后 其实你要纽正 就是纽正你自己对于腸道的 这些食物的一个正确形式 只要保护好你自己的腸道之后 你才会有个健康的生活 我经常都说的 吃少一点冻东西 当然会更健康的 好 谢谢你收看这期的节目 健康百分健康生活更纷纷 我们下期前一时间再见